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左中刮弧 右中刮弧 对不对 然后这里面的字可能会不一样 假设我现在我想要把符号改掉 改成长这个样子 插入符号 我想要改成这样子 就是这个改成这个符号 然后这个改成这个符号 知道我在讲什么 那请问你 这边是不是有一堆符号 你是不是就会又用一招 复制 然后贴到这个地方贴上 然后复制它 然后贴到这个地方贴上 对吧 千万别用这一招 你用这一招的话 到时候 到时候什么样式那些什么 全部都不对 然后你就会 反正就只能讲一句话 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你这个时代没有人要你疲劳 疲劳都是制造的 好我们现在来继续来观看 怎么做 要学一个小PayPal 你们都知道万用符号是新字号 就是这里面这个档案我要留下来 新增我要留下来 好那我们来看看怎么做 怎么做 这一定要用取代 来常用笔下这个取代 然后接下来寻找的内容我要 寻找寻找的内容 我要 因为我要等于说把这个左中瓜谷换掉 所以我前面要加一个提取字缘 提取 这是左上到右下 左上到右下 不是加减乘除的组号 是左上到右下 接下来呢 这个右中瓜谷 一样放一个提取字缘 然后接下来这个 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我要换成左瓜谷 新字号 右瓜谷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今天我这个提取出左中瓜谷 然后中间我不管是什么字 然后接下来再到什么地方呢 到提取右中瓜谷 好这样看得懂 记住中间我放了一个就是左瓜谷 新字号右瓜谷 那接下来 接下来我要换成什么呢 我要换成这样子 这个 这个 他会提取到这个字缘符号 换成左上 然后 右 右边 右边 变成右中瓜谷 他会放成右下 那中间 那中间的部分呢 不变 不变的写法就是一 就是提取一 就原本他是档案 我这边还是档案 原本他是新增 我是新增 可是请注意哦 这个符号 这个左中瓜谷 他就会换成这个了 好 来 全部取代 他说 没有 等一下 全部取代 好 在这边有一个更多 更多 要告诉他 使用万用字缘 这一定要打勾 就是说 这里面 这里面这个新字号 是万用字缘 刚刚在讲什么呢 刚刚在讲那个 就是 左瓜谷 新字号 右瓜谷 因为他认为那是 加减乘除的乘 可是这边如果 使用万用字缘 这个时候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 里面不管是什么 反正他就代替所有的字 就对了 好 点选 全部取代 你看 总共取代了 一百九十九 你光复制贴上 要做一百九十九 不对 总共应该说 三百九十八 对 因为你要分两边 你不可能一次 一口气做两个 他现在是一口气做两个 对不对 然后他做了 一百九十九 次的复制贴上 得两倍 等于说人工要做要做三百九十八次 哇 有没有觉得这一招很棒 你看 全部都改了 全部都改了 这个样式 你看 刚刚那样式是不对的 他这样一改 他不会动到这个样式 我觉得这样的方式是蛮不错的 这个取代值得你们好好的去运用 当你今天要做那个 两边符号要做修改 但中间字可能会换的时候 是蛮不错的 是蛮不错的